2022成都团体式拼赛男团决赛 中国队3比0横扫德国队 以全胜战绩夺得冠军 好取十连冠 这场决赛樊振东3比0度达 马龙3比1秋党 王楚清3比0斯达姆珀 中国队在主场 以八战全胜的战绩成功未免 马龙第九次参加团体式拼赛 全部夺冠加冕9冠王 决赛第一场樊振东横扫度达 三局比分为11比8 11比8 11比9 这场比赛樊振东进入状态稍慢 开局落后 不过很快他及时调整 以两个11比8拿下前两局 到了关键的第三局 樊振东一度在领先的情况下 被杜达9比7反超 陷入到绝境 关键时刻 樊振东展现出了大心脏的一面 连续得到4分 实现单局大逆转 一波流11比9拿下第三局 为中国队取得决赛开门红 马龙保持全胜 此一3比1击败秋党 四局比分11比9 11比6 9比11 11比1 首局马龙一度8比9落后 对手冲击力十足 关键时刻马龙的发球威胁体现了出来 同时对拉过程中很稳定 到了第二局 马龙逐渐进入到属于自己的节奏中 4比1开局 随着发球直接得分 马龙以11比6拿下 紧接着秋党扳回一城 第四局的马龙强势反扑 对手失误更多了 马龙11比1展现统治力 大比分3比1取得胜利 王储钦一上来就展现出了极好的状态 连续进攻得分 完美开局之后11比7拿下 第二局 斯达姆珀正手能力体现了出来 一度连续得分 追成8比8平 王储钦及时调整 连得3分 11比8再下一城 第三局 王储钦没有给斯达姆珀太多的机会 3比0横扫对手 率领国拼男团3比0击败德国队 夺得本届团体式拼赛的冠军 最后恭喜国拼男团和女团 本届团体式拼赛 均拿下冠军 男团 云捡